上集吃飽早餐 先生就和阿拉来到这个山头找烦后果 这个农场专门种植大芬圆名产温州蜜金 这种蜜金要在海拔200至400米的地方 才种得出 在这里只要付1500日元 我们就可以任集10公斤了 100元就可以带整箱回香港 拿来派街坊也值得 来到第二个景点天空之公园 可以在这么高欣赏风后水道的景色 就固自然正 还有免费望远镜玩 你看看多近 可以看得到 哇,很厉害 天空风圆是 Tower Sport第10集 然后有鹤剑和浦缸等等 如果你想走完 就跟着地图走 听说烤在过幸福之中 恋爱运会大大提升 小奇奇 什么 有没有觉得浑身充满力量 有,我觉得回到香港 应该会让很多儿子混 喜欢不够 就要来这个高平展望公园 敲一下这个 上集说过 高速公路的中途站 都会受到很多当地知识的食材 这个蒲江海芝士 就有很多急冻的海鲜 还有这里最出名的油甘鱼 不过如果你像先生似的 等不及回香港吃 就一定要来这个杜脂液蒲江里的餐厅 Buli Laboratory 这个是用深蹈美增做的油甘鱼面湯 哇,这个是印针 油甘鱼,日文是Buli 这里的养殖油甘鱼生产量 是全国排第二的 这里好像很多海鲜植物 还有很多座白名产 买回香港慢慢享受 别说了,先开饭 吃饭了 王外对这个是万鱼的 就是这个鱼鱼 我们试试它 你尝一下,王上 我帮你尝一下 好吃 吃完美丽 我们又来到这间海边旅馆 买来check in 而是跟着这儿的渔夫出海看鱼 在這裏我們可以跟著漁夫一起出海游船河 運氣好的話,還可以在這玻璃箱見到海底的魚 魚就撞不到,不過我們可以在這裏即場拆海膽 這個是我們平常吃的 原來冬天的海膽是這樣的 秋天的海膽 有了 只要輕輕鉗一鉗,橙黃色的海膽就流出來了 用筋輕輕鉗起海膽,然後放它們下水浸著 隔酒裡面的廢物就可以完成這個滿寫的海膽杯 加少許九州甜醬油一起吃 真是鮮甜到沒得頂 對 滴飽飽之後,日本領隊又說帶我們來行美術館 不過這裏怎麼看都像小學校寫多些 這裏真是小學 2017年廢校之後 就被大婚院的畫家神露子龍先生 用來做展覽室和配畫工作室 這裏總共有七個展覽室 遊客可以隨便免費參觀 這裏是影片 這裏是日本的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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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這樣嗎 這裏是無料的 這裏是 這裏是我的名字 Korrit 這裏是Hatouz Hatouz Hatouz 這裏是二年來的 大家很高興 這裏還有很多神露子先生的愛貓愛犬 超像話 過來Satabu,吸收一下靈氣 整個人充滿Aura 又來到晚飯時間 今晚我們來到有40年歷史的龜白壽司 還有白壽司的魚沙似乎特別大塊 加上九州獨有的甜醬油 鮮味又值得吃 不單止壽司 這裏的海鮮都很新鮮 就連吉列炸蝦和炸蠔都很鮮甜鬆脆 難怪附近的居民這麼推介 美酒店各位同學應該都住得很多 今晚先生要推介這個 上年10月才開的文青Gas House 三角山葵 這裏的宿泊料是一泊千元 加上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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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然後再檢查到時 滿足的部分 這裏原本是古文居 全靠附近的居民幫忙裝修 才變成現在這麼漂亮 這裏沒有獨立房 廁所又要共用 的確不是人人都住得慣 不過如果你學日文又想練習一下 來到這裏就肯定有本跟你聊天了 來到最後一天 臨去機場之前 我們來到城內丁觀光交流館 來玩和服體驗 想穿著和服在城內丁散步 一定要E-mail預約 和服老師就會幫你搭得漂亮一漂亮 走街街的 我在Instagram上 這個 這個 很清楚 老師果然是熟手的 兩三下手勢 就幫先生穿好和服 除了在這條日本之道百選之一的 歷史與文學之道三個步打下卡 我們還來到旁邊的茶室 吸心亭 感覺到古代的文人雅士 來這裏享用茶點有多優雅 這裏的抹茶是免費享用的 如果想加個和菓子 就要另加三百日圓 日本茶道規矩多多 其實都是想我們不要想太多無謂事 感受一下內心的寧靜 一連兩集的陪Peggy先生 由大婚院到這裏就暫顧一段落了 其實坐白市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發掘 不如下次陪先生一齊來玩多次吧 喜歡先生的旅遊片的話 記得按LIKE 還要訂閱先生的Facebook、Instagram 和Youtube頻道 約定你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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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